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中 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总结了五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为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 指明了方向 海外华人在听取了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之后 感到欢欣鼓舞 也愿意与中国人民一同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父亲的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 也坚决支持祖国的建设和发展 我们美国东北总商会的全体会员 此次跟随习主席的脚步 随随习主席一带一路的政策 首先我们在今年出访了新疆 在新疆我们受了当地省市政府的热烈欢迎 我们在那里首先参加了亚欧博览会 并且参加了他们当地的葡萄姐的一个活动 在那里我们也追随辽宁省 乔办的外师办的处长 秋月处长 跟随他们一起去原江去到塔城 为塔城的建设和发展 做出了我们相应的贡献 我们在那里与大家相互交流 开项目洽谈会 并且呢 我们也落实了一部分的项目 十九大非常隆重的开幕了 而且习主席在这次非常强调到 我们两岸和平的重要 那身为台侨这个是非常荣耀 而且我们希望是真正是两岸和平的 再交流 再统一 谈到未来的大中国民族复兴 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今台湾政府 蔡英文政府 一再地去中国化 把这个台湾的经济非常的恶化 而且人民的出入 这非常的痛苦 就是在精神上面的 这个失去了中华文化背景之后 改教科书 身为海外的台侨 我们现在感到非常忧心 所以我们呼吁一定要坚持九二共事 完成两岸和平统一的大业